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的節目當中又要爆幾個料了 首先我們要先感謝林環牆教授 他雖然人不在台灣跟我們的這些團隊 一起在同一個地點上打拼 但是他跟我們這個12小時的時差 他從來也沒打烊過 在我們的節目所播出的所有東西 他都盯著看 盯著看完了之後 他又在美國在這個North Carolina 他繼續去做他的科男 他果然是一個真博士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研究方法 所以他在臉書上面 他又把在1.128當天的公聽會 提到的幾個重要的公文跟時間整理出來 爬梳的結果之後又發現了很多的疑點 他就把它貼在網路上 待會我們再請在電腦面前 在網路面前 手機面前的各位科男們 福爾摩斯們 我們再來一起的 來發現這當中非常多可疑的線索 講到這個同時 徐永泰博士呢 他當然也沒閒著 他也在地球的另一端 他這兩天又在世界日報發表了長篇的文章 他比較了英國倫敦大學 跟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中間的很多的關係 然後他也比照這個全世界的幾個 在論文學位方面的醜聞 包括造假 包括找人捉刀 然後跟台灣的這個情況的比較 那麼他們這幾篇文章都寫得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可以讓各位同學們 你們可以當這個課外讀物來看 好 這場一一二八的公聽會 我說過嘛 這是立法院的一小部 是台灣民主史上的一大部 立法院的公聽會 一天開個實機場是常有的事情 那麼這一年開下來 開個四五千場公聽會 稀鬆平常 但是這一場呢 我要特別的標示 他成為台灣民主史上的一大部 好 就像Armstrong的登月一樣 Armstrong的一小部 卻是人類的一大部 好 怎麼說呢 我想Liar Infant 很多人也會揶揄這個公聽會啊 你說 說什麼這個 我們憑什麼把立法院的這些官員叫來 然後排排座 然後請他們去回答我們的問題 那也有人去酸我們說 你看這個民主黨根本不願意隨之起舞 第三個呢 是有人說你看 這個記者會 這個公聽會就看出了 很多要攻擊蔡英文蔡同學的人 他們根本就是紅色代言人 如此如此類 其實都沒有關係 其實這場公聽會有個最大的功用 就是讓官員們 跟這些質疑的人做一些互動 雖然你會發現啊 我們的問題 對於這些政府官員來講 他們是時問須答 而且他們跳過 他們不能回應的東西 他們就不答 當作你沒發聲 完全當成馬爾東風 完全把你當成空氣 但是 他把我們當成空氣的過程 我想也引起很多 網友們他們也仔細的看 仔細的觀其毛子 人煙搜哉 人煙搜哉 在這個把我們當成空氣的過程當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什麼問題選擇回答 怎麼回答怎麼避重就輕 這裡面都是學問 在把特別是政大副校長王文傑 提到了很多聘任的過程跟細節 大家馬上把這個東西去比照 機關檔案查詢的這個網站 一查之下發現 有非常多的疑點 恐怕王文傑副校長 你下次可能要再出席一次了 再出席一次把這些疑點講清楚 不過呢我們覺得很特別嘛 你看政大校長是唯一一個 在政大裡面看過 應該說檯面上了 我相信他們人事事的這些職員們 應該心裡都知道了 你們要小心喔 你們走路要靠右邊要發布自殺聲明 你們沒有像綜藝咖這麼大咖 綜藝咖反而有一個保護傘 你們要小心 你們真的要小心 到頭來你們看過的人 趕快就要把你看過內容是什麼東西 備份到雲端 最好以來政經關不了報案一下 我們幫你保存證據之後你就安全了 如果你的證據沒保存的話 你就危險了 好 那麼政大校長 郭明正也很聰明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之後 在立法院陳學勝問了48個大學校長 你們有多少人相信 蔡同學的論文是真的 他的博士證書是真的 只有六個人舉手 這42個沒有舉手的人 他們不是不想升官 不是不想發財 不是不想狗腿 而是無法昧著良心 那麼這42個人當中呢 就有一個是政大校長郭明正 他是親眼看到這些相關公文的 他不願意舉手 雖然他事後做了一些解釋 但是很清楚嘛 他的這個政治公關可能很飄忽 但是他的肢體卻很誠實 他的手舉不起來 舉不起來就是舉不起來 好 那麼這個東西同樣讓我想到 在這個今年的10月19號 我們在英國倫敦Savoy Hotel 開了一個記者會 雖然後面被很多的這個媒體 揶揄說什麼 我們全場只有7個人到場 我要講的是 數字不是7個人 但是7個人也不相上下 裡面有沒有媒體在呢 當然有媒體在 那麼這些媒體代表的是哪一些單位呢 我其實暫時不講 因為我怕有人去施壓 但是這些東西有沒有用呢 大家看看嘛 等一陣子看看你就知道有沒有用 我想一場上天下地的搜尋 跟跨界 包括媒體界政治界 包括英國倫敦大學的相關的調查 已經在進行當中 那哪一天會登上 各報紙 我卻不講哪個報紙的頭條 我想這我也不知道 各位也不會知道 我想英國的媒體記者也不會為了跟我示好 所以要登之前先告訴我 會登之前讓我改一下 不過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是 蔡同學的手已經伸得很深 伸到英國倫敦大學的各階層 我直接點名 英國倫敦大學突然蹦出來一個叫做COO的人 她的last name叫做 我還先不講好了 我先不講好了 不過蔡同學你知道我在說誰 這隻手已經伸到她身上了 恐怕她已經被收買了 沒有關係 這些人將來不是證人就是被告 所以他們會在庭上把這些事情給弄清楚的 不過英國的法庭真的是有點慢 還是因為他們也知道台灣要選舉了 配合英國的代表處去搜 這個我不知道 我們也無從知道 也不想知道 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是多條管道多條線已經在平行進行當中 當兩條線交叉的時候 兩條線在平面上只能夠一個焦點 當兩條線在平面上有一個焦點的時候 就是這個事情 back on 的時候 好 那麼最近我又再強調一件事情 蔡同學的手真的伸到了英國的各階層 包括她已經去把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的圖書館 把她的那個This is a book 上架了 而且就在最近一兩個月之內 她已經把她的This is a book 就是黑皮書 已經放到了大英圖書館 所以來人本可以興奮一下 哇 你看查詢找到了 這個content 電子內容點進去 有 它不是not available 它不是not available 但是 我要講的是not available 還好 你not available 你還可以充滿想像 當你已經把那一本錯了444個字的東西 放進了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圖書館 以及大英圖書館的時候 你立刻會面臨兩件事情 第一個 證據已經不能改變 第二個 你可能面臨法律上的責任 好 我就講到此為止 所以各位同學你們有興趣的可以去查詢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圖書館 跟英國的這個大英圖書館 他們的電子檔案當中 都可以看到蔡同學的This is a book 的全文 而且這個全文呢 跟在國圖的東西 八七分項 有一些地方不一樣 各位看看什麼地方不一樣 你看看你會破案 有些地方不一樣 不一樣的是 這次學乖了沒有很瞎 不會在英國倫敦的這個大英圖書館裡面 像在Women's Library那邊一樣 去弄個中文頁 這次學乖了 有翻譯社有介入 所以各位 當英國的學姐本來還在揣測說 這個東西呢 放在Women's Library就是一本書 那也無所謂 當她登堂入室 進到英國大英圖書館的這個Library 而且收藏形式是Thesis的時候 這些在國外的 這些英國的一些學者們 他們跳起來了 他們說 大英圖書館怎麼可以幹這樣的事 所以他們會行動 另外 你再去看看這個蹊蹺 大英圖書館也撇得很乾淨 這不關我的事 因為 他標得很清楚 This is a book 你們去看看 什麼地方有出現 This is a book 這樣子的一個 類似的推卸責任的做法 然後再去看看他上架的年代 跟他這個論文產出的年代 這三件事情一比對 你就知道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然 極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天之內 就像當時出現在這個 電子圖書目錄當中的 被我們笑說 怎麼可能一本書 號稱是論文 卻有兩個作者 結果第二天 這個效率還真高 所以我要說的是 官局還是外交部 或者是 Liar Infant組 或者施呼嚨 講到施呼嚨 施呼嚨 你還好吧 你不會變成 我不知道耶 你專門研究女鬼 你應該 我不知道 你還好吧 他真的不見了 不寫文章了 也不罵人了 也不送巧克力了 我不知道 可能現在是潛到水底 潛到水底的時候 就是在工作的時候 浮到水面的時候 就是在嗆聲的時候 這也許現在在工作 我寧可相信你現在在工作 在工作 然後一切都好 祝你感恩節快樂 好 那麼 順便先祝你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好 那我們要講的是 現在 很多手在英國開始游動 但是來不及 我想 因為 當你手不伸進去的時候 你可能是被人打一個問號 當你把手伸進去的時候 before after 一對照 你就知道 什麼地方糟糕啊 Navichamonti Navichamonti 是出來的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 我們大家可以 往進一步的往前追 好 那麼 今天呢 我給大家的功課 現在節目一開始告訴大家 就是你們去查查 大英圖書館 去查查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圖書館 看看This is a book 在目錄當中 跟在全文當中 發生了什麼奇妙的化學變化 好 那麼今天的主軸呢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 1128的公聽會 王文傑副校長提到的 很多有關蔡同學聘任的過程 還有教育部高教司長講的 那些聘任的 在教育部認定的過程當中 的重要的時間點跟室友 那麼很多的網路柯南 包括了林環牆教授在內 他們就在聽完本節目講的 一個時間點跟疑點之後 回去認真做作業 然後去比對了 在這個圖書資料庫 電子的這個公文檔案 資料檔當中 去一比對就發現說 這中間出現了非常多難解的謎團 進入廣告之後 我們來一一個解開它 置物櫃有什麼用呢 現在網購非常發達 買了東西送貨員送到你家 你卻不在家怎麼辦呢 有了置物櫃就沒問題啦 按下螢幕的送貨按鈕 會跳出社區的地址與樓層 選擇其相對應者 並選擇貨品尺寸 第一時間會聯繫住戶手機 這時住戶在外面無法收貨 住戶在遠端看到送貨員抵達 並確認身分後 便能透過系統直接與送貨員對話 確定開櫃 並透過監視器看到貨物放入櫃內 來 給你一張收據 謝謝 在你的手機裡 APP系統會產生一個取物QR Code 要收件就按下開櫃按鈕 掃描QR Code就可以取貨了 有了置物櫃 安全又方便 頂時雲端置物櫃 我們也結合了油柴掛號線 及訪客來訪的門禁遠端系統 歡迎來電頂時雲端詢問 請請回答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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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他們相當初討伐 것을播一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給他清理掉 那台灣真的還有一些公務人員 願意配合他清理犯罪現場 這我就不懂了 以前我真的斬釘截鐵的說 台灣的公務機關 大概七成是藍的 那個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以前我都深信不疑 但是現在我完全推翻了我這個觀點 我必須說 也許啦 也許公務機關七成是藍的 但是當你有權勢 而且你夠李毅連 我想大家知道什麼意思 當你夠李毅連的時候 你是有辦法去改變 用少數的公務人員 就包括林醫師講的 行政員只有兩三個人在上班 其實你打通兩三個人的關節 你可以顛覆40萬公務人員 辛辛苦苦建立下來的文官公正的體制 從蔡同學的做法當中 我清楚的看到 所以我說 國民黨花了三四十年 吹毀了台灣的公平正義的價值體系 你蔡同學 花了三年 把他摧殘得更徹底 讓國民黨真的是過去三四十年 瞠目結舌 所以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過去三四十年國民黨是人質的時代 大家可能都知道 如果年輕人或 Liar Infant 或者是1450 或者是芒果乾 或者是五毛 你不服氣 沒有關係 可能你沒有經歷過 如果你知道早期包括我們在學校當中的什麼什麼塞人進去升等啊什麼走後門 那真的是亂七八糟事情一大堆 但我還沒想到台灣進入民主社會之後 已經有了行政立法司法有五權互相制衡的情況之下 蔡同學的手還這麼厲害 還可以進到台灣的很多政府體系當中去更改資料 而且我更沒想到是台灣其實 不是沒有辦法加入聯合國 是早就可以加入聯合國 不管是台灣也好 中華台北也好 中國的台北也好 其實台灣早就有能力加入 而是我們這些外交官平常不做正事 我這樣講 那個謝同學謝志偉應該有在看我們節目 然後我再跟你講 台灣平常的外交官不做正事 該做的不做只會做秀 接受這個報紙訪問啦 然後嘴一下啊 嘴一下中華民國啦 然後到處去這個打關係啦 然後去機場接機啦 捧這些立法委員 捧這些政務官 然後到了選舉的時候拼命的捧女皇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政務官所做的事情 講到政務官 我要為在日本大阪蘇啟成抱不平 我覺得這件事情等我們辦完了 等我們辦完了蔡同學之後 我會回頭來看蘇啟成這個事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卡神是誰 大家都知道嘛 他現在被起訴了 我坦白講 像這種 這種在躲在網路世界後面 用毀人民節 用各種方式 用黑手 用匿名的 不敢站出來公正評論的 如果今天卡神是在 政論節目當中去講這些東西 我也許會去捍衛他的一點言論自由 因為他至少深信這是真的 而且他至少認為說 他講話他負責 可是躲在後面用假帳號 買網軍 1450也好 給1萬塊也好 用這種方法去醜化人 詆毀人 而且去徹底的 去打擊人 去傷害人的名譽 傷害人的第二生命 像這樣的人 我覺得 你如果真的任我看 我覺得這種人應該關到無期徒刑 關個兩個 或學新加坡編行 你有辦法躲在後面 去傷害別人的第二生命 最後因而這樣子也拖垮了 也殺了別人的第一生命 讓一個優秀的外交官蘇啟成 因為士大夫 可殺不可辱 這樣的智傑 輕生了 這件事情大家盯著司法看 看看這樣子做這樣子作惡多端的人 他們會不會得到應該得到的報償 網路上就很多人講說奇怪卡神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要叫他卡神 我就叫他卡鬼好了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有人說是配合政治演出 但我不知道 我不辦法講 可是卡神跟哪一個系統比較接近 跟謝喜大家都知道嗎 他曾經幫謝壤廷在文宣方面 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進入民進黨的體系 那可是謝壤廷不是主治代表嗎 蘇啟成不是他的部署嗎 那一個長官 怎麼會他的人馬去傷害長官的部署 這中間我沒有當過公務人員 當過公務人員想想看 這是在什麼 通常一個老闆應該護自己的部署 護都來不及了 這中間的情形是讓我超乎我的想像之外了 但我覺得蘇啟成很可惜了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建議所有的同學們 如果你們碰到人生當中碰到這種遭遇的話 站出來勇敢的把邪惡揭穿 一路打到底 學學林環牆 學學賀德芬 好也許你會說 我們沒有他們這樣子的學經歷 或者我們沒有他這樣的頭銜 跟社會經濟地位 注意讓別人相信我們是真的 沒有關係 台灣只要政經關不了這個節目 還留著一天 只要我一息上存 我們扮演這個角色 我們扮演一個小老百姓深淵的角色 所以當你碰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記得不要為難自己 不要傷害自己 要站出來 我為什麼常常說 不要當相怨的人 因為 人家說嘛 這個地獄最下面的那一層 是留給這些袖手旁觀 視而不見的人 因為他們才去縱容這麼多的犯罪行為 不是嗎 我常常在講 我個人被毀謀算了 沒什麼了不起 那可是 有些行為 特別是掌握公權力的人 特別是知名的人 你們去毀謀別人 你們的殺傷力是大的喔 好可以 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如果我都不站出來 那其他人會怎麼想 連掌握這麼大的 批評的權力的彭P都怕了 那我們就不用講了 所以我如果不站出來告 我如果不站出來告蔡玉珍 我如果不站出來告總統府自政劉靖興 那麼其他的人呢 就可以任意被抹紅啊 不是這樣嗎 好 如果我不站出來告蔡同學 那這個世界上還有是非嗎 而且我要講的 如果我不敢站出來告 中華台北就沒有幾個人敢站出來告 那其他人更會覺得說 如果連他們收入他們都不敢告的話 那麼我們也就算了 這個社會就會變成一個 反淘汰的形象 劣幣足糧幣 都是壞人在暢秋 所以我常常基於這個信念 你知道我們去告人喔 一告就是十萬塊起跳 就沒了 對不對 至少啦 我還不止 一審就十萬塊就沒了 那 對我們來講吃力不討好嘛 對不對 而且結怨嘛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這樣做的目的其實 是希望自己的小小的一點點力量 跟小小的一點堅持 能夠換來這個國家社會的正義跟公平 就算狗廢火車 我們也得廢幾聲 我們相信 當狗廢火車的狗多的時候 蓋過火車的汽笛聲的時候 總會讓火車站的站長聽到 那麼 總會有一些改變 所以 就算贖犬廢日好了 就算井底之蛙好了 我們該做的 我們真的不能放棄 尤其 我在這邊呼籲在社會上 具有發言權的人 不要選擇沉默 我在這邊公開點名李遠哲 我在這邊公開點名 包括李遠哲在內的台灣的各大學的國立校長 那42個沒有舉手的人 你們為何保持沉默 我在這邊也公開點名 親民黨的委員 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徐永明 你們都拿過博士學位 你們為什麼選擇沉默 還包括了國民黨在內 那天公聽會我看到了幾個道場 我看到蔣乃馨委員 看到林毅華委員 看到陳學勝委員 當然沒有問題 高精委員是因為 他是教育委員會的召集人 他必須召集會議會議才能開 他召集完了以後 謝謝大家 就把主席的位子交給了陳學勝 他就離開了 所以那些要抹紅高精的 要借你們抹紅高精來抹紅我們的 你就省省吧 先把立法院的議事規則搞清楚再來做 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剛剛點名的這些人 你們都是學術界的人 你們為什麼不拿出良心來說幾句話 如果狗廢火車的狗夠多 那麼我相信那個囂張的氣敵聲 就會顯得渺小 所以我們大家呢 都應該盡一份自己該盡的力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要再回到這邊 我要感謝林環牆教授 我一直感謝他 因為如果沒有他開第一槍 沒有他第一個跑到倫敦政經學院 第二個沒有徐永泰博士 親自的跑一趟倫敦政經學院 做了一個完整的天野調查 跟天野調查的報告 如果沒有賀德芬老師 賀德芬教授 他呢 召開記者會 如果沒有這三位功臣 今天 整個三十六年來的學術詐騙案 將會靜悄悄彷彿沒有發生過 而吞沒在政治跟誤會的政商勾結的權勢當中 被這一股黑暗的潮流給吞沒了 而各位會發現 從2015年開始 蔡同學發現她要開始選各種各樣 包括她開始有了權力 從2011年開始 她進入了這個民進黨 同時開始慢慢的接觸到 甚至更早到2007年開始 她進入公務體系 登任行政院副院長 開始掌握的預算權的時候 她就用盡各種的潛權的方法 在台灣在英國上下其手 企圖去塗抹她過去這個黑暗的歷史 到今天還在動 還在繼續動大英圖書館 跟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圖書館的 歪腦筋 她在動沒有關係 所有動的東西 before after 都會被記錄下來 這個東西最加一等 到頭來我們會在法庭上面 證明她企圖湮滅證據 各位知道嗎 在英國的刑法當中 企圖湮滅證據這件事情 可以加重刑責二分之一 所以蔡同學 你不要被你的小聰明 其實在我們眼中看起來是小笨 其實是蠻笨的 因為你做的很多事情 邏輯不一貫 而且前後呢出現很多的破綻 所以千萬不要被這些東西 再讓你誤入歧途 我記得在10月12號的時候 我公開第一次呼籲蔡同學 我說你回頭是岸 不然我們要行動了 結果我就行動了 我10月19號我在英國倫敦開了記者會 這一件事情 我們在網路上留下全部記錄 而且英文版的記者會 跟字幕版的記者會 已經散發到各地 那麼這件事情正式開啟了 我們把這件事情 Internationalize 我們把它國際化的第一步 這件事情的意義非比尋常不幸 各位等一段時間 你就會知道 好林環牆教授在臉書上面 去比對了機關檔案查詢網 看到了非常多的破綻 進入廣告馬上回來 置物櫃有什麼用呢 現在網購非常發達 買了東西送貨員送到你家 你卻不在家怎麼辦呢 有了置物櫃就沒問題啦 按下螢幕的送貨按鈕 會跳出社區的地址與樓層 選擇其相對應者 並選擇貨品尺寸 第一時間會聯繫住戶手機 這時住戶在外面無法收貨 住戶在圓端看到送貨員抵達 並確認身分後 便能透過系統直接與送貨員對話 確定開櫃 並透過監視器看到貨物放入櫃內 來給你一張收據 謝謝 在你的手機裡 APP系統會產生一個取物QR Code 要收鍵就按下開櫃按鈕 掃描QR Code就可以取貨了 有了置物櫃安全又方便 頂時雲端置物櫃 我們也結合了油柴掛好信 及訪客來訪的門禁遠端系統 歡迎來電頂時雲端詢問 音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林環牆教授在他最 近的臉書上面寫說 回到台灣國內機關公文就 能夠破案 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林環牆教授一直跟我講說 我們在倫敦碰過面以後 我們一直講說 來 我們分頭 他們這群人在英國 在美國 我們在台灣把事情給弄清楚就好 當時我跟他講說 你們要加油 我說我並不依賴台灣 因為我覺得台灣是一個 沒是沒非的地方 我說你們要從英國進行 所以我當時一直沒有把我的重心放在台灣 現在英國的部分已經交出去了 就是說它已經進入 每個該進入的管道都進入了 我們該把重心放在台灣 為什麼這麼做呢 因為整個英國調查完畢之後 你就還是要回到台灣來 對不對 如果英國整個破案了 那台灣司法機構不動 台灣的監察院不動 台灣的人民不起來彈劾 台灣人民沒有去包圍總統府 或者是去做進一步的抗議 那也是白搭了 那這一切就是 好啊 就假論文 班你要怎麼辦 我就假博士 那你要怎麼辦 不然你是要怎樣 某人要用班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對台灣社會的傷害更大 沒有破案也就算了 破案之後沒事 對台灣社會傷害更大 這就要我講到這個三年前的趙鋒案 8月22號前後 如果趙鋒案沒有再被紐約的裁罰 大家都不知道也就算了 被國際裁罰 躍上了國際的媒體 在台灣竟然沒事 竟然光天化日在民進黨政府主政的這一個 趙鋒在張兆順等人 的情況下 你還是一樣的去掩蓋前朝 或者是前朝藍藍綠綠勾結犯下的這些錯誤 那你會讓人更挫折 更是對這個人生 更對於這個價值的這個體系的崩潰感會更重 好 林環章教授的這篇演書上面講說 論文門政大副校長虛構了 蔡英文人士聘任的兩個時間點 第一個 他說11月28號 立法院公聽會的政大副校長王文傑 透露兩個時間點 和許多人所掌握的時間點明顯的衝突 我們呼籲政大跟教育部不要封存蔡英文人士檔案 不要成為整個蔡英文論文的共犯結構 更不要崩壞本應嚴守中立的台灣文官制度 所以我要講的是 在台灣的司法提告當中 一定會有教育部跟政大的負責人 好 我就把話講到這邊 因為你們顯然的是共犯 好 來 我要說的是 王文傑副校長在公聽會透露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說蔡英文是在1984年8月1號 直接以政大副教授聘任 所以沒有所謂升等的情形 好 他又說 蔡英文在當時是先聘後審 所以審查通過的時間點是1986年的1月15號 韓副簡送蔡英文的副教授聘書 好 這裡面我們就講了幾個大笑話 我在節目當中你講過嘛 1984年8月1號直接聘任副教授 那前面1983年那個文是在聘任政大清潔工 一個8月1號 1984年8月1號聘任蔡英文 1986年1月15號才發副教授聘書 才審核通過 那請問你嘛 在這一年五個月當中快要一年半嘛 這段時間是在幹嘛 這段時間是在當黑官嗎 人家有黑官 還有黑牌的什麼醫師 你是黑牌的教授嗎 在政治體制上可能嗎 一年半的時間 你在政大擔任黑牌的 沒有審核通過的 照你教育部的說法審核嘛 至少沒有核准 沒有教授字號的 沒有證書字號的 教授嘛 那請問你這一年半你在幹嘛 那你既然你沒有副教授的聘書 你沒有副教授的證書 沒有這個字號 請問你台灣的主計處 會出帳嗎 他領得到薪水嗎 教育部 你在旁邊聽了 你不打臉政大副校長嗎 你們相信他在鬼扯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林環牆臉書的第三段說 在此本人要沉重地指出 王副校長在公聽會為何要編造一個故事 虛構了兩個時間點 企圖呼應前大法官劉鐵征 在9月21號的公開函 以遮掩蔡英文論文所提出暴露的諸多破口 我其實早就不去理會大法官劉鐵征 9月21號的公開函 因為人就老了嘛 人老了以後 講的那個時序就顛三倒四 你再去呼應他 你就爹在講嘛 對不對 你跟著他傻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蔡同學的Liar Infant們 你們的這一群 準備造假作弊掩蓋證據的人 會去Echo 會去回應 劉鐵征的這一些說法 然後去相繼的去更改 這我就不懂 因為你要對齊嘛 我們當過兵都知道 中央五為準 對不對 你對齊一定要對齊中央五啊 我怎麼不能說 那個最小的標兵對齊他 所以中央五為準 那大家那你怎麼去對齊一個 一個老人家已經接近記憶力已經 顛三倒四時空到錯的這個人 好 那為什麼這麼說 林環家教授指出幾點 第一個 如果1984年8月1號 是蔡英文出聘到政大的時間點 那麼她如何可以擔任 林環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 不要忘了 林環在她的碩士論文上面講得很清楚 她說 1984年春天 她說民國83年春天通過口試 陷阱奉招入 我們英國83年不就1984嗎 春天難道會是9月嗎 春天哪會這麼冷 難道春天是12月嗎 春天是234月或者123月 你要看是農民力還是一般人的俗稱 所以春天在讓你怎麼拖拖到4月 請問你 1984年4月份 林環才在這個通過了她的口試 指導教授是蔡英文 那麼蔡英文如何可以在1984年的8月份才起聘 8月份在起聘的人表示她 1984年的7月31號以前是沒有身份的人 沒有身份的人怎麼可能指導一個人的論文 而且還擔任她的口試的指導教授 這個想也知道 沒有可能啦 好 可能蔡同學會解釋或LINE Info解釋說 在那個年代大家不是都選擇胡搞瞎搞嗎 有嗎 沒有啊 只有你在胡搞瞎搞啊 而且你要胡搞瞎搞 我想整個政大 整個台灣的教育部不會配合你啊 總會有人不配合啊 所以你不可能一條邊的胡搞瞎搞啦 好 那我要是林環的話 我現在要去按鈴申告 我被黑了 我當年喔 1984年春天畢業 可見我1983年開始 我的指導教授就指導我了 我選了一個黑指導教授 就是說這個指導教授根本不具備身份 是一個優師 優師不是很平凡的 是一個人家密醫嘛 你是個密師 沒錯吧 好 林環 你是學界的人 你說我不問江湖事事就算了 簡燕子 我終於要點名你了 高等法院法官 你是維護台灣的這個法治官真的 一個重要的法官 你的老師在1983年指導你的時候 是黑官 是一個沒有身份的教授 沒有身份的副教授 你該站出來檢舉吧 應該大義滅親吧 無礙無師 無更愛真理吧 無更愛法治吧 應該出來吧 好 林環牆教授他說寫的第二點 他說 政大在1983年5月23號收到一份 留2823有關於蔡英文 央請他人推薦的求職公文 經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的 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 進階搜尋可以查到這份公文 很有趣喔 林環牆教授怎麼知道這是一份央請 就是拜託別人請託文件 這真是有夠大膽請託欸 請託教授求職 還把它用成公文請託進去 哇真是的 你就說還被公文檔案給保留 你說這丟不丟臉啊 我們去參加這個大學的求職 我們通通都是履歷表 託作簡歷 然後呢 to whom in my concern 我記得我很瞎啊 我那時候在美國出去申請台大新聞的時候 我連新聞所所長是誰我都搞不清楚 我就給他to whom in my concern 我就給他整個寄出去 我相信99.9%的大學求職的人 是這樣做的吧 有人寫有人寫這個委託這個什麼 這個拜託的這個信 寫到這個用這個政治大學去變成公文的一部分 最後會收入在機關檔案查詢網 你會不會太瞎了吧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四季陶瓣不大喊陶瓣不大喊陶瓣 以前呢 也不是老四季 30歲左右 你就開始用這種方式 用偷雞摸狗 用走後門的方式 律師 台灣律師也走後門 進政大你也走後門 我看你去總統府你也走後門好了 等你落選之後 看你要不要去央求誰誰誰幫你弄 去拜託大法官 選舉無效 然後你去走後門進總統府 好不好 來 大家可以在這個公文檔案當中 輸入兩個關鍵字 我覺得很有趣 包括林環牆教授在內 還包括很多柯南在內 很有趣 就是說 這份公文檔案 被陷密了嘛對不對 就是密 2049年12月31號你看不到 那檔案只能查詢 你看不到 那當然很多人去申請 我不知道申請完了以後 這個檔案管理的單位 會不會天人交戰 會不會良心發現 讓大家看 但是很多人就說 你不讓我看沒關係 我就查 我用關鍵字 查到你的這個公文曝光為止 所以各位同學 這個功課蠻有趣的 你用各種關鍵字去查 你就知道說這個檔案當中有沒有這個字 然後搞不好呢 透過100個柯南去查 用各種關鍵字查 可以把這個公文的全貌兜出來 那就有趣了 那可以去申請那個金氏紀錄 可以去申請金氏紀錄 可以把這個全貌兜出來 就是用關鍵字去試探 這個公文裡面有哪些字 然後把這個公文字拼湊出來 最有趣 林環牆教授跟幾個網友 他們就做這樣的事情 第一個他說 找關鍵詞 叫做留英學生蔡英文 留英學生蔡英文 不要打錯 留英喔 留學英國 第二個關鍵詞是 請惠語優先言懶見負 好我必須說喔 這個就不是一般人寫的喔 這一定是有行家 在機關檔案查詢網 或在教育部或在政大 怎麼樣呢 看不下去了啦 看不下去啦 抓狂了 就是被你這個蔡同學搞得快瘋了 所以才會丟出這個線索 請惠語優先言懶見負 一般人你怎麼會想到這個公文是請託函呢 你一般人怎麼會想到這份公文裡面會有這種 叫做請惠語優先言懶見負的字眼呢 所以我說很接近了 總有正義之事 總有看不下去蔡同學黑龍轉桌的人 在各方面理應外合保存證據當中 所以感謝這位秘密證人 見入了關鍵字 請惠語優先言懶見負 結果呢 Bingo 這兩個關鍵字 調出了這份公文 這份公文說 這份公文的名稱啦 就你這個關鍵字如果不符合 公文就說查詢沒有 關鍵字符合 就會跳出這個公文 有這個公文 所以用這兩個東西 調出了這份公文的名稱 他說 蔡英文在1982年11月10號 退出倫敦政經學院的碩博士學成後 這是這個林環牆教授說的 大家記得嘛 有幾個東西是神主牌 一定要留在身邊 就跟那個身份證一樣 駕照一樣 一定要在身邊 一個就是學生紀錄表 現在多了一個 就是機關檔案查詢網查詢出來的資料 兩個一對 事情就出來了 所以林環牆教授說 非常清楚 蔡英文1982年11月10號 退出倫敦政經大學嘛 因為財務困難嘛 這個大家都記得 兩個月之內 他必須離開倫敦 因為他上市了學生簽證 所以他1983年12月份 他一定要回到台灣嗎 這是沒有辦法例外的 你那時候再厲害 你爸不過就是個修車廠老闆 再加上一個 聽說是 某種 經營某種行業的飯店的老闆 頂多是這樣而已 對不對 那你有辦法把手伸進英國嗎 的護照嗎 不可能 所以你1983年的2月份 12月份致遲 你就得離開 所以你1983年5月份 你就托人想辦法 要塞進政大當教職 才會出現1983年5月23號 這一份劉字號的公文嘛 對不對 然後在經過8天之後 5月31號的證人123的公文嘛 很清楚啦 這個階段破案了嘛 至於這個公文內部寫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至少有請惠宇優先研攬建復 以及留英學生蔡英文 各位試試看 這個公文當中 建入博士 法學博士 看掉不掉的出來 我給你保證 絕對掉不出來 好 我們掉不出來 我不知道你們試試看 那表示什麼 在那個時候的文章 請託文當中還不敢吹牛 好 再來 為了對照方便 這個林環牆教授說 他把1983年跟1990年 跟蔡英文有關的政大教育部公文收發資料 會整如副表 在這個表上面 大家可以在螢幕上看到 細節我到頭來再慢慢說 好 那麼 他的意思就是說 會整在這個方面之後 他看到了 他說 政大發出證人1123 大家有看到嗎 證人1123 這份是在1983年5月31號 民國72年5月31號 證人1123 發的這份公文應該是聘任蔡英文為 1983年8月份起的客座教師的人事派令 我為什麼說這是事實呢 因為大家還記得嗎 在那時候所謂的派任副教授的時候 他上面的頭銜是 蔡英文客座教師 所以那個時候 他在政大 我講的他不是清潔工 他是客座教師 我想這樣子就符合了 如此的人事派令之下 蔡同學才有可能以客座教師的身分 去指導靈環的碩社論文 不是嗎 沒錯 我想這部分是破案了 不用講 置物會有什麼用呢 現在網購非常發達 買了東西送貨員送到你家 你卻不在家怎麼辦呢 有了置物櫃就沒問題啦 按下螢幕的送貨按鈕 會跳出社區的地址與樓層 選擇其相對應者 並選擇貨品尺寸 第一時間會聯繫住戶手機 這時住戶在外面無法收貨 住戶在圓端看到送貨員抵達 並確認身分後 便能透過系統直接與送貨員對話 確定開櫃 並透過監視器看到貨物放入櫃內 來 給你一張收據 謝謝 在你的手機裡 APP系統會產生一個取物QR Code 要收件就按下開櫃按鈕 掃描QR Code就可以取貨了 有了置物櫃 安全又方便 頂時雲端置物櫃 我們也結合了油柴掛號信 及訪客來訪的門禁遠端系統 歡迎來電頂時雲端詢問 いた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教育部在1986年1月15號 韓副簡訟蔡英文的副教授聘書 但是在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當中 我們找不到這份有關於 教育部在1986年1月份 簡訟副教授聘書的公文 很清楚 1986年1月15號 前前後後通通都沒有 嚴格講起來 應該是在1985年的9月份 英代新這份文之後 我們就沒有看到有關 蔡同學的相關的公文 一直到1990年的5月9號 這一份我們相信她是 副教授要升等教授的那一份公文 如果不對的話 再請網友或者是公文人員 專家打臉我們 我想應該是 就比照她那時候她應該是 要去東吳法研所要升等 或者是她從政大要跳到東吳法研所 的一個公文 這個公文應該是跟她的 從政大轉到東吳 以及準備在東吳生 教授有關的公文 所以才會出現在1990年的5月9號 好 林環牆教授臉書上提到的幾個時間點 他說 我們提到 這個1984年到1985年 可以查到三份 包括了證人 3057 英代新 台審 44264 三份公文 但是這三份公文之後 就沒有下文了 所以她就問了一句話 說 難道是蔡英文的副教授資格 當時沒有被審查通過嗎 呃 就沒有 沒有聘任的這個新的東西 因為我們看到的 只有說你聘任嘛 那聘任以後 就沒有看到進一步的結果 按理說 聘任之後應該是 政大會回一份文給教育部 呃 不對 教育部會回一份文給政大 政大呢 再會行一份文 或者簡易的變遷 給政大法律系 蔡英文同學 然後她簽收完成了這個 接受到這份公文 送達的這個法律要件 好 那麼 林環牆教授的第五點是說 他說在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裡面 本人找到了一份 令人驚訝的人事派令公文 如副表所示 這份公文的發文 證人1032 是在1990年的5月9號發出 這裡面有四個關鍵字 就是她用關鍵字去搜尋發現 哪些關鍵字可以跳出 這一份公文的名稱 很聰明嘛 對 那她發現了 有四個關鍵字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會跳出這一份 1990年5月9號發出的 這一份人事令 證人1032 哪四個關鍵字呢 第一個蔡英文 第二個法律 第三個專任副教授 第四個聘書 這個我就不懂了 好 難道她的專任副教授 是在1990年才拿到的 我不懂欸 因為裡面有聘書兩個字 但如果從這1990年來看 我會這麼看 我會這麼猜 比較有可能像是 如果接近她的年表 各位去看看維基百科 雖然裡面已經被篡改 被美化 被胡說八道的一塌糊塗 但是你去看蔡英文的維基百科 她寫 1984到1990 政大法律系副教授 她在政大蹲了七年 政大法律系副教授 1984到1990 然後1991到1993 東武法研所教授 所以我在節目一開始 三個月前我就說 蔡同學的學思歷程 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樣 我那時候公開徵求第二位 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有第二位 就是一個在國立大學 待了七年的人 升不上教授 卻轉到私立大學 一年之內升上教授 這樣的例子 在台灣學術界史無前例 空前也將絕後 有兩件事情是空前的 在台灣大家都知道 私立大學拼了命 要擠進國立大學 哪怕是最爛的國立大學 掉個邊也好 為什麼 因為國立大學有保障 所以任何私立大學 你在私立大學當校長也好 你都想要擠到國立大學 去當個副教授 在私立大學 不管你當什麼系主任 多威風 你都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就到國立大學 當個陽春教授也好 所以這次學界不用騙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千方百計 像蔡同學這樣請託 你都想要擠到國立大學 當教授 好 卻有一個年紀輕輕的蔡同學 從國立大學不幹了 跑到私立大學去 史無前例 但是這個史無前例 必然是有原因的 一定是有人打包票給他付 付什麼 付買回的證據 付買回的契約 什麼叫付買回契約 就你賣給我之後 我馬上答應你 不管你賣給我多少錢 我一定讓你同價買回 你才敢賣給我 對不對 才敢跳樓大賤賣 所以你看 1991到1993 在東吳只待了兩年多 一到東吳立刻升教授 這中間不是有人接應嗎 而且升了教授之後 一年多 馬上轉回政大國貿 這在台灣的國立大學史上 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簡單的講 你從一個國立大學出去 你要再聘回來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沒有可能 院士級的我碰過 幾乎是不可能 就你竟然從本校出去 棄本校於不顧 學生丟著也不要了 然後離開本系所 到了外校去 最後你還敢進到 雖然是其他系所 雖然進了國貿系 但仍然進到政大 而且你三級三省裡面 你至少有一級 校級是同樣的一個單位 這種情況在台灣的學術界 是不可能發生的好 為什麼他有把握 1990年出去 1991年就升到了東吳的教授 然後一年多後 1993年又回聘政大 所以我說這叫做 付買回條件的合約 有人接應他跟他講說 你升不了教授沒關係 你在政大 政大畢竟學術地位從容 他沒有辦法讓你糊弄 那來 我們動武 我幫你升等 然後升等的同時 也跟政大的某一個窗口講好了 一升等完馬上把你交回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 非常惡劣的學術行為 我必須這麼講 在學術界待過的 台灣教授協會 來 請打臉我 請告訴我這種狀況是 不是很惡劣的情況 北美教授協會請打臉我 請我告訴我 台灣的學術界 有發生過這樣的情形嗎 不要說台灣學術界了 當然美國不一樣 美國是私立大學 比國立大學 比州立大學好 所以這不能類比 好 但是從這個故事當中 我們現在回頭 再回頭看 林環牆教授的臉書上說什麼 他說 綜合這四個關鍵詞 哪四個呢 蔡英文法律專任副教授聘書 我們研判 1990年的5月9號 證人1032這份公文 就是鄭大 蔡英文的專任的副教授的聘書 1990年才升副教授 才聘副教授 我有一點懷疑 但是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這個聘書是 復健當中的字 比方說他要從政大轉任到東吳 或者是在東吳要打算升等教授 然後復健復上副教授聘書 這種情況也可能會讓你在關鍵字搜尋 最後跑在一起 這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時間點比較像是他在東吳 打算要進到 政大打算要到東吳去當教授的這個時間點 但我不曉得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林環牆教授的推斷是這樣子 他說有沒有可能是 這份是 政大要聘蔡英文當副教授 如果他是1990年才當副教授的 那就太遜了 1984年進到政大 經過7年之後 才擔任專任副教授 這可能性不太大 以他當時家裡面的勢力 雖然家裡面有一點financial difficulties 不過當時的勢力 結合了這個黑紅黃藍金白吧 這樣的情況之下還有辦法 還會這麼遜 我不相信 好 但是他下面又講說 那麼王文傑副校長所提到的 1986年的1月15號 發放的副教授聘書的時間點是從何而來 這個時間點我也很懷疑 我不太願意相信王文傑副校長是說謊 因為一個大學教授 他已經是tenure professor 他已經是不需要求人的 應該講說擺爛也可以 就是可以做到死 可以領退休金領到死的 你幹嘛去幫蔡同學擦脂抹粉 要不就是底下有人 塞給他錯誤的資料 至少我認為1986年1月15號 這個聘任在機關檔案查詢網當時查不到啊 說不定可以進一步找到案外案 這根本就是一個黑官聘任 根本就是一個沒有教育部 沒有機關檔案查詢網通過公文認可的黑 黑機關聘任 搞不好是喔 搞不好從此牽出一個案外案 好 那麼 所以呢 他是說那這要怎麼去解釋 1986年6月在法學 政大法學評論稱自己是客座副教授 而不是副教授 所以在1986年的6月 在政大法學評論還稱自己是客座副教授 那就有點Bingo了 因為1986年的6月份 他的副教授聘書早就已經拿到了 以蔡同學的習慣 沒有拿到畢業證書說自己是博士 沒有被聘任說自己是副教授 根本就還沒念完 就稱自己是博士 還有兩個博士一個半 以他這種習慣吹牛的形式 如果你1986年1月15號 你就已經拿到教育部的聘書 那你應該敲鑼打鼓說自己是副教授 怎麼會說自己是客座副教授呢 所以林環牆教授的推論 在蔡同學的犯罪心理學上來講 有相當的證據 大家再整理一遍 大家再聽一遍 如果王文傑說的 1986年1月15號 發放給蔡同學副教授的聘書 1986年1月15號 聽好 蔡同學就不可能在 1986年6月的政大法學評論裡面 仍然稱自己是客座副教授 因為客座是比較等 低一等的啦 客座就是不正式的 當然有可能是已經望重視鈴了 已經當了這個教授 已經當Taniel 當了院士很多年了 他回頭來當客座 可是通常客座副教授的這個 加了一個負 表示什麼 表示你學資歷還很淺 那學資歷還很淺 為什麼當客座 可能是因為你專業上面有傑出表現 比方說你是林昭亮 你是馬悠悠 你是這個什麼很顯赫的人 那這樣就有可能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你就不是啊 對不對 所以你是客座副教授 那你既然有了副教授的職稱 你幹嘛要弄一個客座副教授呢 這個也不懂 好 最後 我們看看 蔡同學的這個結論 他說我們支持賀德芬教授在公聽會中所做的呼籲 蔡英文是應該將他人事黨立刻解密 而在動用國家機器封存直接證據的違法安排下 蔡英文以刑事起訴賀德芬教授 彭文正教授的基本人 這不僅是一個最高權力誠信淪喪 更是侵犯被起訴這三位教授的基本人權 以及嚴重破壞台灣民主法治的根基 我要證明 蔡同學 法院不是民進黨開的 也不是國民黨開的 所以我在這邊先跟各位同學 先說我會用窮盡一個綜藝咖 一個小老百姓所能夠使用的 所有台灣司法的權利 就是說我個人可以在司法界的 每一個小老百姓擁有的權利 包括了你可以當原告嘛 對不對 當然你也可以當被告嘛 你可以當證人嘛 你可以做這些東西 你可以旁聽嘛 我會窮盡個人所有能夠有的權利 來對抗蔡同學的國家機器 跟她在司法中享受的特權 我在接下來的幾天當中 我會有大動作 大家等著瞧 謝謝大家 我們在台灣 英國 美國 在日本還有在中南美洲的 蔡同學論文們 真相公益調查團的朋友們 夥伴們 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justice 我相信這一刻 波雲見日已經不遠了 我們繼續努力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這是聖經上說的話 我們彼此互相打氣加油 祝大家平安喜樂 明天見 MING PAO CANADA Studio 3 1 3